黃泰議員 請副委員的紅泰 請副委員的紅泰不在場 請李文貴民 主席 立任同仁 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下個禮拜一是端午節 端午節是台灣重要的一個民俗日子 也是家人團聚的日子 所以本席在這裡 要先預祝我們全民端午節快樂 我們都知道端午節紀念的是 戰國時代楚國的愛國詩人屈原 我們也希望借今天這樣的一個日子 能夠呼應我們的全民 可以感受到屈原對於國家的愛 我們也能夠以屈原的愛國情操為榜樣 讓我們所思 所念 所行 所為 都能夠以國家為念 回顧我們這個會期 我們看到台灣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 從318學運 從反核運動 從越南的暴動 反華 再看到北捷的事件 這個每一個事件 對於台灣的影響都非常非常的重大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的委員有提到的 在這些的運動 這些的過程當中 我們立法院的議事效率 我們的法案淪為犧牲品 很多影響台灣攸關的重大法案 我們都停滯 我們都被杯葛 我們都沒有辦法進入實審 可是我們知道 其實民主的爭議 就是對於有爭議的一個法案 更要進入實體的審查 讓大家都能夠切切地討論 發表議論 然後了解這個議案 到底對於我們台灣的未來有什麼樣的影響 可是我們看到自由經濟示範區 我們看到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 服貿等等 都因為政治的算計 所以沒有辦法納入討論 在這次會期的最後一天 我希望用屈原傳世的劇作 離騷中的一段話 來跟全民互相勉勵 他是這麼說的 日月乎其不煙熙 春雨秋其待續 為草木之凌落熙 恐美人之池木 不輔壯而會熙 何不改呼此度 在時間不斷流逝的過程當中 台灣在國際競爭的市場的機會 如果我們不積極地變法改革 恐怕它會像美人池木一般 只能夠空心探 期許我們在未來的新的會期裡面 全民都可以支持我們立願 能夠努力地進入實體整查 影響國家的法案 讓我們共同地正視台灣面臨的國際途徑 共同為台灣努力